主持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店家內的地板淹滿了水 消防人員忙進忙出 正在收拾火災後現場 這是台中豐原區的一家石頭燒烤店 三號晚間8點左右 傳出火警 現場表示火災發生當下 就馬上疏散客人 並用滅火器自行滅火 火勢才沒有擴大 有客人在用餐 那我們就先請他離場 然後先把所有的客人 先全部疏散出去 那連我們的員工也都疏散出去之後 我們再請消防隊進場 消防人員到場 發現店內瀰漫著白煙 沒有明顯火勢 也沒人受困 只有一人搶上送衣 8點42分 隨即撲滅火勢 並將濃煙排除 是一樓的那個燒烤的烤爐 起火燃燒 引燃排煙的管線 那整個排煙管線 到二樓的管線 都有燒毀的狀況 消防隊表示 相關財務損失 還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 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